用最通俗的话语帮你快速记住如何破盾 萌心必看 本期视频主要讲大家最常见的几种盾 一是深渊法师 二是愚人众 具体原理我就不讲了 就用最浅显易懂的方法帮你快速记忆吧 各位可热门大家好 我是快乐女红金 整活攻略样样有 开心点赞 欧心满满 首先是深渊法师 深渊法师共有以下几种盾属性 水 火 冰 雷 它们之间的克制顺序是这样的 冰克水 水克红窝 火克冰 冰克雷 你克我 这里的克制主要是指最快速破盾的方式 在这里 明虹君给大家讲几个技巧妙招吧 首先冰破水盾 大家可以想一下 水可以被凝结成冰 用冰可以冻住水 所以冰破水盾是最快的 很多萌心会觉得 火也克水啊 水火不容不是吗 但是你想一下 你用火去烧地上的一滩水 和用水去铺地上的一滩火 哪一个效果更快 肯定是用水扑灭火更快对吧 所以火盾就用水来破更合适 那火呢 其实是用来破冰盾的 试想一下 用火在冰棍下面烧 是不是冰会迅速融化啊 所以火破冰效率最高 当然用双手剑角色的普通攻击破冰盾也非常快 然后还有个雷盾 冰火水其实都可以 但是冰是最快的 其次是火 最后要注意一点 用和盾同属性的伤害是没有办法破冰的哦 并且只有先把盾破了 才能击杀掉深渊法师 接下来是鱼人中的盾